北京时间1月9日 2022年的日本乒乓球T联赛暂时告一段落 但国拼竞敌张本志和仍然没有现身 自从去年12月初参加完WTT世界杯决赛后 张本志和就一直在高挂免战牌 连续缺席了4场T联赛的对决 而他所在的KM东京队也只取得了二胜二负的战绩 表现一般 由于张本志和此前已经被日本知名高校早稻田大学录取 所以最近也确实有些分不开身 不过1月底的时候他将正式回归赛场 出战日本的乒乓球全国锦标赛的三个项目 而此前连续三年爆冷输球 无缘难担金牌的他这次势必要重振雄风 继续冲击冠军 那么他能如愿吗 众所周知 张本志和虽然已经是世界拼弹的一员汉将 但年龄非常小 2003年出生的他目前还未满19岁 此前一直是以初中生高中生的身份 参加世界大赛 并取得了世拼赛八强世界杯亚军总决赛冠军的好成绩 的确太早熟了 但是由于妈妈张灵的严格要求 所以张本志和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学习文化知识 以期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虽然最后没有达到第一目标就读东京大学 但被早稻田录取对他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去年12月4-7日的WTT世界杯决赛上 张本志和状态有所回升 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 虽然最后输给了樊振东没有夺得冠军 但这已经比他在东京奥运会和休斯敦士拼赛上早早出局的成绩要好很多了 WTT世界杯决赛结束后 日本乒乓球T联赛风云再起 KM东京俱乐部分别在2021年12月12日 21、25日以及2022年1月9日参与对决 结果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头号主力张本志和的身影 于是备受期待的一场对决 张本志和VS好帅自然也就无缘上演了 根据安排 日本新一届的全国锦标赛将于1月24至30日开打 而这是所有日本乒乓球运动员都不会轻言放弃的赛事 今年共有972人报名参加 而张本志和更是同时出现在了南丹、南双、搭档三元正宠、混双、搭档早田希娜三项的榜单当中 在2019、20、2020、21年的全景赛中 张本志和连续输给大导诱灾与田信使急穿锐姬 无缘夺得南丹金牌 但WTT世界杯决赛上的他明显已经状态回升 或许能一鼓作气再创佳绩 夺回失去三年之久的全国冠军头衔 值得一提的是 1月19至23日会举办WTT澳门赛 其中国拼将派出大部分世界冠军主力参加 而时间也与日本的全景赛避开了 所以许多球迷也期待张本志和伊藤、美成等人能报名 与中国队一较高下 不过目前看来 两个赛事间隔时间太短 日本运动员不大可能会为了一个没有积分的赛事 而耽误自己的冲击全国冠军的机会 而接下来的2月将会举办北京冬奥会 拼弹估计也不会举办什么重要赛事 所以我们最早可能要到3月才能看到张本志和再次挑战中国队 那么在这之前 大家看好他能夺得日本全国冠军吗 欢迎留言写下自己的预测吧 我来点赞 1点 di乎 1点